就是 UX 團隊 我們的角色就是說 我們有這個 skill 在去幫忙組織 還有 facilitate 就是幫忙引導 我們去最好的 把最好的 ideas 去 generate 出來 在這上面 各個就是各個不同的 project 你可以看到工程師 跟著 designer 跟著 PM 跟著 self-person 就很多不同的團隊的角色 其實都在 ideation 的發展裡面 我今天講的這幾個學生 其實都不完成特徵在 這是 UX 的工作 我要強調說 Google 非常地重視 user experience user experience 並不是只有 user experience 團隊的人 才要做這工作 而是每一個人都應該要看 這是一個 example 我快速先回到這邊 有幾點我想要 highlight 就是 在這個 stage 裡面 是一個 generate 大量大量的一個最好的時段 那不要隨便的就把別人的 idea 互相給 說 你這個 idea 不行不通 你那個 idea 行不通 其實在這個階段裡面 我們比較努力 就是說 your idea 都是好的 idea 為什麼呢 就算有很不好的 idea 可是通常這個 idea 會去引導 再去 inspire 其他的 idea 那沒有接由這個引導 其實有很多東西 不會有好的想法 不會有延伸跟產出 所以在這個 stage 我必須要跟大師人 我覺得是 不要太早 還有一個就是 不要太早 就覺得說 這個人是一個天大的好的 idea 我們就這樣決定了 可能練到第二個小時的時候 你一定決定 我們就這麼做 也許他是可以這麼做 可是太早了 通常這樣的 activity 可能會僅僅 1 到 2 天 是非常欲探 非常非常欲探 大家不關在那個裡面 不關在房間裡面 不准有 e-mail 不准有電話 就說吃飯 上去的 e-mail 以外 大家就是很專心的在做這件事情 那會有很大量的產出 那這個大量的產出 真的就是你整個 project 的來源 就是最重要的一個結果 有很多開發團隊 我看到很多開發團隊 就是很容易 因為有一個點子 大家都全部就是 馬上都開始打開電腦 開始 code 然後開始 design 然後開始想這個 CDF 我覺得那太早了 我覺得這個最重要的事情 並不是要那麼早 而是 make sure 你是做出每一個 possible 的點子 那這樣子的話 你的 output 就很好 在你當你有很多 idea 的時候呢 我們通常都會每一個天明天 都會有一個無所謂 是不是一個 designer 有這麼能力去 sketch sgetch sgetch 雖然是 Google 每個人都用電腦 可是我們非常鼓勵大家支持 hand sketch 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時候你不用管 這個電腦 power of google 不用管他用什麼軟體 你甚至在一張紙巾上面 你都可以隨手把你的點子記下來 這個非常重要 我一個馬上把你的點子記下來 你當時的東西不會就流失掉 這次 show 一個過程 就是從非常非常早 就是一個還 一個應該是說約會很 popular 的一個 app 我們 Google Sky 這個 designer 呢 這個 project 其實是一個 20% 的 project 這個 20% 不是一個公司自己裡面是誰 也是一個比較 bottom up 的一個 project 這個 project 就是一群工程師跟 designer 他們自己有這樣的想法 他們決定要去做這件事情 他們利用 20% 的時間 來 brainstorm 然後去做出來一個 很好的一個很有意思的 application 他們就從這個 從他們 brainstorm 的 concept 到 ideas 然後到 他們很快的從這個 ideas 之後 他們把 prototype 出來 這個是 Vizgero 那這個 Vizgero 就是還是很 robust 那這個 Vizgero 的 從這個過程裡面 就是其實真正是說 我們在工作的這個 development process 裡面 我們有一個很重要的 recognition 就是不斷地 generate ideas 然後 prototype 然後 iterate 就是不斷地去 非常是一個 prototype 再去做測試 然後我再或晚一點會再講 然後我再或晚一點會再講 這個就是比較成型的 就是 after 大概二 三十個版本 的 design iteration 之後的一個 design 的樣子 然後我們在背上這個東西呢 再去等到很多項目的設計吧 所以在 ideation 的過程裡面呢 我想鼓勵大家就是 怎麼樣去很快的把你的 idea facialize 然後它都採討的 idea 然後它都採討的 idea 然後它都採討的 idea 接下來呢 experimentation experimentation 在 Google 是一個非常有意思的一個 process 它不是一個 process 它是一個不同的 activities 這個 quote 是從一個 one of the UX director 的一個 quote 這段話其實說明了 在 Google 其實做事方法跟人家都已經不太一樣 那有的時候其實是非常 exciting 可是相對的也非常的混亂 也可以開始說非常的混亂 那你怎麼在這個 exciting 跟混亂的這個氣氛之下 去做事 那有這個精神就在 experimentation 就是你不會知道 你不會百分之百 就是非常確定的知道 你今天做出來的東西 是不是可以適合這麼廣大的用戶 因為我們的 user rate 真的是很龐大 那我們就是一天的做 一天的學 從我們的 user 裡面學 那我們也從很多經驗裡面去學習 我們去找方向 一旦我們找這個方向 我們就繼續往前走 公共是一個非常非常 driven 的一個 company 也許大家略有所聞 那這個給大家一個例子 我們在 research experience 裡面 有兩個不同的 research 的這個角色 research 有一個是 quality 的 一個是 quantity 的 那一個是定量 一個是定性 做定性的這個研究 那之前我有講到說 就訪談用戶 跟做一些比較 exploratory 的 research 都是屬於比較定性的研究 那在 Google 有一個 unique 的一個 而且是我覺得在業界開始 比較被重視的就是定量研究 那定量研究在不過非常非常重視 而且 因為 data 可以 錯吧 data 可以有很多很多 就是告訴你們很多很多的 user behavior actually 它是 reflect 在這個 data 裡面 舉一個例子 我們在大概兩個年前 我們說了 我們想要了解這個文字的這個 在中國 日本 韓國 包括簡體 繁其中文 日文 韓語的文字的這個尺寸 這個 size 跟它的 spacing 對於用戶在 scanning 就是在這個看 search result 的時候 會有什麼樣的影響 如果我們就是拿了不同的尺寸 然後就是用戶防看 我大概除了 designer 之外 甚至 designer 都不見得可以發現到 這個細微的 difference 他不知道一個 point 兩個 point 的方式 對我有什麼影響 他沒有辦法 tell 所以我們沒有辦法從這個定性的這個 研究上面得到任何有證據的一些 一些數據 所以我們做了一個定量的研究 這個定量的研究大概 維持大概兩個月 前後我們有很多不同的 settings 在做定量研究 我們就是研究大概 每一種 language 我們做了六種不同的 combination 這六種 combination 有一個 matrix 我們就會去測試說 OK 我們要看 search term 裡面的 long click 它的表現怎麼樣 它的 short click 表現怎麼樣 它的 drop out rate 怎麼樣 它的 first time to click 的 performance 怎麼樣 然後它的 latency 它的 speed 表現 performance 有什麼差別 但兩個月之後我發現了明顯場面 非常非常明顯的場面 所以這個就告訴我們說 有些是沒有辦法用定性的研究來找出答案的時候 定量是非常非常有用 而且定量可以真的 reflect很多 user behavior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就是說 定量的這個研究裡面 我會講太深 定量的研究裡面 它必須要配合定性 定量的這個研究 這個數據不會告訴你 為什麼 它不會告訴你說 為什麼這一組的設計 perform better than the other one 它不會告訴你 因為全部是 user plan 或者是某些我們 tracking 某些的一些數據 可是定性 我們拿這個來去訪談 或者是去做更深的了解 我們會發現 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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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擁護到這個地方的時候 為什麼它就走 它不去 可以感 我們希望 而且設計 希望他們去做的事情 他們完全沒有發現 我們可以發現 類似這樣的事情 所以這個是一個 一個在我們那邊非常 最不重視的一件事情 剛剛講到 這個 這個就是我們定性研究的一個 一個環境 這個手上角這個是一個 我們的一個東西 我相信很多東西也有 在右邊右下角這個是 我們在做一個手機 在地圖上面的一個研究 我們隨著 因為我們不能夠在 這樣子lab的environment 解說 用或是怎麼在手機上面用我們的 map 然後它 我們必須要實際的去 跟著用頭去了解 他們的 這個狀況碰到的問題 所以你可以看到 我們左邊 這個我們的researcher 他正在訪問這個 他就整天就跟著 那一整天 他就是跟著這個用戶 他們一直在那個 日本的電車裡面 然後看這個用戶 他們去 就是他下一班的 電車的這個 schedule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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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要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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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